刘洪涛 开心麻花总裁 只赚了2635万元的开心麻花公司来说 这一记修缩的铁拳 足以让公司的净利润增加到5亿元以上 2015年的开心麻花 凭借着在电影行业中的异军突起 成功登陆新300 成为了国内话剧第一股 2017年6月16日 开心麻花又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可惜好景不长 在短短两个月之后 开心麻花的上市申请 就因为签字律师离职而被迫终止 它距离中国A股上市的距离 还有多远呢 开心麻花又为何选择 在此时此刻登陆创业板 按随着15年夏洛特烦恼 14亿以上票房之后 就发现开心麻花很快就登陆了新300 然后在今年也即将计划 从新300转版创业板 三年的时间估值从3亿 现在飙到了50多亿 那你们本身是不是个泡沫呢 这事怎么看 我们在3亿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公司的利润是在 差不多1500万吧 税后利润 所以按照20倍的估值 3亿 很标准 对 我们来解释 就是估值是有一种计算的办法 是用你的利润乘以20倍的估值 是可以达到这个上市的 对 15年底嘛 我们融的字嘛 15年 15年税后利润是1.3亿 大概是30多倍吧 我们是觉得公司呢 还是有着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吧 所以50亿完全不是泡沫 而且甚至是不贵的 对对 我在拜访您之前 也跟投资圈的朋友聊了一下 一条非常醒目的标题 引起了我的注意啊 标题叫做 利润暴跌 开心麻花 资本快到受到质疑 所以 什么意思 对 是因为去年我们的利润 税后利润 比前年下跌了 他们说40% 对这个确实没有太在意 就是张成我们俩每天考虑 不是说 我们今天要做到多少业绩 然后把市值炒多少 从来没想这个 我们俩每天想 这个作品行不行 那个观众能不能喜欢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 能不能创作出更好的东西 这是我们最在乎的 所以我相信 目前我们不过是在 加油阶段 您讲的前年是一点多 一点三亿的利润 去年是七千多万的利润 出现了45%的下滑 但依旧相比一开始的 1500万利润 是一个巨大的增长 问题是利润从哪里来 电影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早期 我们给它当做一个增量 我们最主要的业务 还是舞台演出 比如说12年 我们的演出场次 可能是三四百场 从那时候三四百场 到去年的一千六百场 这个是差不多有四倍的增长 从我们公司来讲 演出一直是我们一个 最基本的业务 最文件的收入来源 最基本的业务 那现在话剧和电影分别 给卡吉玛华贡献的收入 它的比例是什么 15年我们那个话剧的税后利润 是四千万 电影是九千多万 所以电影就多 去年就少了 去年电影是一千万的税后利润 一千多 然后话剧是差不多 不到六千 但是在去年的利润的 百分之四十五的下滑 根据这个证监会的要求 如果你从新三版 转主板的话 创业版的话 是要求公司行业的基本面 不能发生一些不利的变化 那这算不算 会不会影响你们的上市经济 没有 我还有今年呢 我还有明年呢 对吧 所以今年的压力 应该也是不小的 没有压力 真的没有压力 如果说 未来正确的路是这么走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这是我难受的事 我们肯定往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看 但是如果在资本市场上 很现实 要求速度 要求回报 你怎么来平衡这种矛盾 比如股民炒股 投资人买一个企业 我觉得他应该看到 这个企业的是未来 而不是看的是当下 如果我在现在 我把业绩做特别好 然后三天后 这家企业忽然就 后继乏力了 那大家都很悲剧 感谢观看